作者 欲念无罪 演播 神隐 耐风的思远 后期 阿明 第三百四十六集 未免太残忍 什么 还有这种事 楚寒正这才真正吃了一惊 脸上写满不敢置信 瞧你如今的样子 也不过二十来岁 那应该是二十多年前的样子 二十多年前 我还不曾出生 他怎么可能已经知道我现在的样子 我不知道 莫如玉仍然摇头 信上是那么写的 那幅画像也是那样画的 他还在信中说 只要将来我等到了你 就可以离开那座地下宫殿 并且和你一起回到原本属于我们的地方 或许直到这一刻 楚寒正才终于明白 莫如玉对他的执念为什么那么深了 他一个人在那座空旷的地下宫殿里 生活了那么多年 唯一的精神支柱就是等待他的出现 好将他彻底从那个地方解救出来 并且还能回到自己的家乡与亲人团聚 在每天被寂寞折磨得生不如死的情况下 骤然看到他果真出现了 那份狂喜恐怕是用语言无法形容的 他会轻易放手才怪 正是因为如此 楚寒正突然发现他对莫如玉仅存的一丝不喜 也几乎消失殆尽 心中反倒不自觉地 生起了一丝同情和怜悯 但是他刚才说的话 未免太令人惊悚了 到底是什么人那么神通广大 竟然能够在他还未出生之前 就遇见到了他二十年之后的样子 难道是神仙不成 不过很显然 这个问题的答案莫如玉也不知道 问也没有用 跳过这个问题 他接着问道 那封信上还说了什么 还交代了跟我一起被留在 那个地下宫殿里的东西 莫如玉回答 首先是一些必须的日用品 还有一些食物和水 食物和水 楚寒正皱了皱眉 越发感到不可思议 那些东西是很容易变质的 就算它们留下的再多 又能够让你支撑几天 是啊 所以它们根本没有打算 让我靠那些饮食活一辈子 莫如玉苦笑了一声 似乎还能想起当时那种恐惧无助 他们在信中说 那些饮食只够让我维持各把月的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 我的任务就是要尽快参透他们留下的秘籍 从而找到地下宫殿的出口 这样我就可以到外面去获取饮食 来维持日常的需要了 楚寒正皱省慢慢点了点头 这么说 你这一身本事 都是从那些秘籍中学来的 是 莫如玉点头 他们留给我的秘籍倒是丰富得很 法术 结界 灵力休息等等 几乎全部囊括在内 关于我的来历 和我们种族的一切 全都没有任何记载 于是我知道 除非能够自己找到出口 否则等他们留给我的饮食消耗殆尽之后 我就只能等死了 听到这里 楚寒正突然有些愤愤然起来 他们怎么可以这样 太过分了 就算是为了历练你 但你当时还不过是个几岁的孩子 万一打不开出口 岂非要活活饿死吗 哼 蓁儿 你为我抱不平 我好开心 莫如玉微笑着 接着叹了口气 不过他们在信中说了 如果我在饮食浩光之前 仍然参不斗他们留下的秘籍 打不开出口 那么就算饿死也是活该 到时候 他们会从另外一个人到那地下宫殿里去 继续有未能完成的使命 愤慨之余 楚寒正越发疑惑 未完成的使命 就是等我 就是等我吗 嗯 莫如玉点了点头 其实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等待你的出现 是我们的使命 但是当时我知道 想要活命 唯一的法子就是尽快参透他们留下的秘籍 于是我没日没夜地开始研究 而且为了尽量节省饮食 我都是实在饿得撑不住了 才多少吃一点 后来紧直瘦得皮包骨头 仿佛一具骷髅 自己都不忍心看下去了 楚寒正抿了抿唇 看着面前这个风神俊朗 俊美无双的男子 实在难以想象 他竟然从幼年时候 就经历了如此非人的折磨 不由微微叹了口气 也真是难为你了 不过 幸好你终于熬过来了 似乎不愿让他再为自己难过 莫如玉立刻展颜一笑 不错 我终于熬过来了 经过我的努力 我首先参透了 打开地下宫殿入口结界的方法 从那刻起 我知道 我再也不用为饮食发愁 因为他们虽然说过 我如果出不来 饿死也是活该 却给我留下了 大量的金银珠宝 足够我挥霍 尽管此刻 他就活生生地 坐在自己面前 听到这里 楚寒正还是本能地 松了口气 吉儿气哼哼地说道 既然他们如此不顾你的死活 你何必还要去 理会什么使命 反正已经从地下宫殿里 出来了 干脆远走高飞 不是更好吗 一开始的时候 我的确心怀怨恨 所以我也想过要远走高飞 莫如玉叹口气 跟着苦笑了一声 可是真儿 我根本没有地方可去 因为我并不属于这里 这里没有我的亲人朋友 所以尝试过之后我就发现 还不如待在那个地下宫殿里 让我更加感到自由自在 何况既然那座地下宫殿 已经不能成为束缚我的牢笼 待在那里也没什么不好 至少 我可以安静地等待你的出现 这倒也是 无法离开和随时可以出入 完全是两个概念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 说不定楚寒征也愿意 时不时待在那样一个 没人打扰的地方 未尝不是一件乐事 沉默片刻之后 楚寒征又想起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问题 西枝封印就在你身上这件事 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也是那些人在信中告诉你的吗 是的 莫如玉又点了点头 他们在信中说 西枝封印 一直是我末世一族负责守护的 而我就是这一代的守护者 所以封印就在我身上 并且告诉了我 破除封印的法子 还有 他们在信中也把涅槃大陆 当今的形势 他的古往今来 尤其是凤族和乌玛族之间的恩恩怨怨 包括六合封印等等 所有的事情 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 可以说 他们告诉了我一切 唯独隐瞒了我的来历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我会把过去的事情 全都忘记了 不过很可惜 关于天地两处封印的所在 并没有任何记载 除寒征 沉吟着 那你有没有想过 可能是他们故意封存了你那一部分的记忆 这样吗 莫如玉多少有些吃惊 不过片刻后便慢慢点了点头 我倒是从来没有往这方面想过 不过现在你这样一说 果然大有可能 但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楚寒征笑了笑 你都不知道了 何况是我 不过他们只告诉了你封印之事 并没有警告你绝对不允许帮助我们打破封印 是不是 莫如玉立刻点头 的确没有 当然 他们也没有在信中叮嘱我 一旦碰到了你 就要帮助你把封印破除掉 只是把事实告诉了我而已 不过我想 既然你就是他们要我在这里等待的人 我当然应该尽我的力量 帮你完成所有的心愿 两人交谈的时间显然太长了些 终于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 不过 当他们靠道近前 听到他们谈话的内容时 居然都不曾打岔 只是安静地在一旁坐了下来 原本楚寒针还生怕莫如玉会不高兴 不过 他却半点表示反对的意思都没有 显然 并不怕别人知道 他也就顺着自己的思路问了下去 那么 他们有没有告诉你 等到我出现之后 接下来 你应该做什么 没有详细说 莫如玉摇了摇头 他们只是说 等你出现之后 我就可以真正离开那座地下宫殿 在你的指引下 回到属于我们的地方 楚寒针皱了皱眉 在我的指引下 可是这些事情还都是你告诉我的 我根本一无所知 如何指引你 这我就不知道了 莫如玉又摇了摇头 倒是没有多少焦急担忧 不过我相信 那只是因为机缘未到的缘故 只要时机到了 我们一定可以回去的 回到我们的家 生怕蓝叶云听到这样的话会抓狂 楚寒针皱回头看了看 幸好后者还算一脸平静 他忙故意淡淡地笑了笑 如果时机真的到了 我当然愿意帮助你回到你的家乡 不过 我是一定要留在云的身边的 莫如玉皱了皱眉 正儿 你 好吧好吧 现在我不抢求你 不过总有一天 你会跟我回去的 那个时候你就知道 那绝对是你最合适的选择 与人与己都有力 话虽如此 楚寒针却仍然不愿他的执念继续加深 立刻劝解了一句 莫公子 我倒是觉得 对于那些人在信中所说的那些话 你可能有所误会 他只是说 要等到我 我就可以质疑你回到你的家乡 但他并没有说过 我是你的真命天子啊 所以 就算你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我们也只是同族 并不需要做夫妻的 旁边众人顿时连连点头 就是就是 果然是莫如玉想的太多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